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動字動字 輕輕的勾起你的運動精神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我們的運動資訊手冊 那這是我們的封面 封面上面就會有基本資料 那我們的第二頁呢 是我們的官方帳號票號號 如果家長在運動過程有什麼問題都可以 詢問我們 我們會定期追蹤進度 還有家長可以穿回饋照片給我們 那我們就會給他們期典卡 那一張期典卡就會換一張獎勵卡 然後這一頁呢是兒童生長百分尾圖 家長可以音樂於家中海人的年齡 對於重複的身高還有體重 那這兩條線 這上面跟這上面是第三百分尾線 跟第九系的末尾線 如果在這之間的話 就屬於是正常範圍 然後就是藍牌版 那接下來就是 你今天運動了嗎 我們的打卡項目 然後我們就讓一張呢 就等於說一個月 那我們一格呢就是每天 每天加上去記錄 幼兒的運動狀況啊 或者他今天運動了什麼啊 等等的 幫我們打勾或者是詳細的寫在表格內 來記錄幼兒的運動狀況 那我們設計呢是一個學習的分量 然後我們有分為不同的主題 你長大了嗎我們有做孩子的生長記錄 讓家長會用固定的時間 大概三個月到半年時間 會孩子做一次生長體重的記錄 總共有兩頁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大動作發展檢核表 我們是以四歲為例 那這上面呢會有四歲又應該具備的能力 來做為家長的參考 然後藉由檢核表上面的項目來進行 那如果上一頁沒有公選的部分 就代表孩子可能對這些動作比較好 我首先 那這樣填上這邊的對應指標 去專門去訓練孩子比較協助的能力 再來是我們設計的教案 我們設計的教案呢 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肌耐力 第二部分是平衡力 第三部分是協調能力 那我們每個部分呢會有兩個教案 一個年齡我們總共會有六個教案 首先 第一個是消逸總兵 那我們家裡面會有玩法 以及年齡跟目的 還有需要的這個器材 這樣的感想或者是建議 大概是我們的社工噴噴噴 大概是我們的泰山 現在歐葉歐 再來是黃貓蟲的形狀 再來是環遊世界 以上是我的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也要來幫我 啦 下次再見